遍疾病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需按症状区别对待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症的体伤位置 则他处换处皆有可能 故真正要变体伤位置的是正而非状 通过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则此病症之体伤位置并不在换处 而是在他处 此他处是指原始痛点的位置 若无改善 则此病症之体伤位置 并不在他处 而是在患处 此患处是指病症的位置 可见对于病症而言 是先有按推原始痛点的治疗 之后才有变病症体伤位置的诊断 因此其过程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由于体力虚弱病症可显示热能严重不足 且其多数患处体伤所致 并不适合以按推原始痛点作为诊断 所以为了保护疗病症 便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首先需观察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按推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的不适感或功能闻乱是否依然如故 于此两者中只要有一项事 即表示患处体伤是主因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患处为辅 处理后若含有病症 可从他处体伤下手 即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反之若两者皆否 即表示他处体伤是主因 处理上应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外热源为辅 好 这一段一路读下来 看得懂吗 看懂一手看一下 就好像一手的少了 它最后一句就是 如果处他处体伤 应该按推原始痛点 还要怎么样 外热源为主 有没有 我还是写外热源 我永远写外面热源 这一点也 所以前后就一字下来了 好 那我们刚从这一段来谈一下 因为好像还有一些看不大 我把重点提出来 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决定他体伤位置 要不要经过按推 要 那按推有效的 称为怎么样 踏住 按推无效的 就叫做换住 那这样简单的讲 病症才是这样要按推 那状呢 状要不要经过按推才知道 踏住或换住 不需要 因为状怎么样 目视即可分辨 可见要变体伤位置的 是指症还是指状 这是第一个要点 所以后来写的都是写病症 因为这个才要变 状是不需要变的 这一看到状 就知道要怎么样 让外内热源 配合按推换住了 就是这样 好 那第二个要项就是 你在用按推原始痛点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遇到病症体力虚弱的人 你是不能先按推哦 为什么 因为原始点的诊断 已治疗都要注意一点 首先要怎么样 保命跟解决疾病 那你按推会消耗热人啊 如果遇到重病的 你把它揉一揉 当你要确定哎 有没有效 他们说病就已经走了 都不回答你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尤其易到初学的时间 还有力道又没有掌控好的时候 把重病揉到热人都耗尽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就是要先 这是第二个重点 就是你要按推 确定体伤位置之前 还要有一个动作先观察 那这么说来原始点的诊断 是通过观察症状 对不对 然后再来才是按推原始痛点 来辨证体伤位置 这个次序不能颠挡 就你们昨天在读症的体力虚弱 只要出现什么 行动直往无力啦 面无光泽啦 讲话有气无力啦 怕冷啦 发抖啊 水肿啊 这一系列 只要遇到 通通不能先按推 一定要是吗 先外内热源 因为他已经体力不行了 体力不行 这时候也不要问 是到底是外夫还是喝姜汤 这时候要怎么样 全部都可以 既外夫也要喝姜汤 这样明不明确 很清楚的 这是两个重点 所以我才说 第一个他是病症 第二个是怎么样 要原始点的诊断 是先通过观察 排除了病症体力虚弱之后 你确定安全才可以下手 所以我们下手是非常谨慎 因为你们没有排照 不能出事 这一点特别 所以我要求的动物理界 你只要照这样 一般都安静 不会不会有什么插座 好 那这是两个 最后一项就是 如果他处体相还是一样 他最后按推完 还是以外热源 外热源温敷为补 它是为了加强什么 节症的效率 加强热人的作用 而不是要改善热人部署 所以只要外热源 然后局部小地方就可以 简单的讲 就像中医的一针二灸 灸就是灸在穴位上 那个味道是一样 所以他我把中医的针跟灸 是解决他素体相 但我们他的灸 在我们的热源 我们还不止这样 我们还可以解决怎么样 大面积的解决怎么样 患素体相 这是两个味道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经过我这样重点提示 听懂的话 举手指 好 那按推为什么有效的称为 他素体相 这里都有解释 我就不再多说了 多看几次一定看得懂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二 辩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 辩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 是从果推因 即通过观察病症 体力表现 推断体伤与热能不足之程度 以辩明病情之轻重好坏 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保命 即疗愈疾病的目的 一 轻重症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一 病症属局部 且位于四肢 如臀痛 腿痛 膝痛 踝痛 肩痛 臂痛 肘痛 腕痛等 若发作次数很少 时间短暂 则属轻症 因为病症陷于局部 且很少发作 表示体伤轻微 影响热能肾少 且病症在四肢 无危险性 故属轻症 二 病症属多处 且位于头身 如头痛 呕吐 或胸闷 咳嗽 或腹痛 便秘等 若发作频繁 或时间持久 则属重症 因为病症 有多处 且发作频繁 或持久 表示体伤严重 影响热能肾剧 且病症又在头身 有危险性 故属重症 三 盖尔言之 疾病不论是属轻症 还是重症 亦或是介于两者之间 皆可从病症发作 直局部或多处 四肢或头身 持久或短暂 加以研判 亦及轻重症 若不属轻症或重症 则必属 两者之间 轻重症 主因是体伤 表示热能不足 还未严重 处理上 应以按推 原始痛点为主 外热源为辅 研判 轻重症的好转 与恶化 首先观察 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观察 病症是否更严重 与此两者中 只要有一项事 则属恶化 反之 若两者皆否 则属持平或好转 轻重症患者 如果病情恶化 是由于不正确治疗方法所致 则医者必须以病症 作为诊疗对象 并且深入了解 原始点医学 如此才能辨明 病症之体伤位置 及病情之轻重好坏 然后通过医疗保健支援 改善体伤 及加强热能作用 以达到从因解症的目的 好 这样一路这样读下来 应该还过瘾 第一个他先分出 什么叫轻症 什么是重症 什么是在轻重之间 这是第一个 好那轻重症会不会分呢 轻症很简单 他就是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局部的 第二个是在四肢的 第三个他说发作的时间一定很少 很少出现 这里也举例的 所以解释也都在里面 我就不解释 但反过来 就是重症 什么反过来 比如四肢他不在四肢他是在投身 第二个他不是局部他是怎么样 多数 再来他发作的时间不是很短暂或很少 他是怎么样很平凡 而且一发作时间很持久 那只要这两项任何一项就是了 好那这样三症就是重症 那很简单 那至于不是重症或轻症 那就是介于两症之间 最后一句就是这样 你就是排除了轻症重症还有重病 那就是介于两症之间 什么叫重病 后面会讲 就只要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就叫重病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们一定要把第一篇 疾病与摔到那个症状那里 症的体力虚弱 一定要把里面内容多看几下 你又遇到这个 这个就不能先按推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重病了 简单讲 只要有病症的体力虚弱 就有重病 好 那这是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要分轻重症 那你们会分了吗 会哦 会就考试哦 我们都是硬来硬往的哦 你说会我们就考试 好我们放一个案例 来看一下李先生 全身24小时痒案例 李先生17岁 美国亚特兰大 症状 全身24小时痒 2009年5月18日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处理 隔天再进行第二次拍摄 我从小就有了 只是三年前才开始很难过 很干然后破 从小擦 cortisone 然后越擦就越不好 然后越吃也是越不好 去年打针 也是cortisone 为了我的皮肤 只是后来皮肤中 一个大尾流 然后 要开刀 干的洗澡出来 很难转我的身体 难转腰 还有很难抬手 脖子也能转 皮肤都皱起来 好像那条扰人皮肤 就一条一条线 西医都说 没有救了 就是一辈子要那样子 那中医还是有说有救 治疗也没有用 针灸也没有用 最后才碰到脚医师 他脚得很好 然后他说有救 然后帮我治疗一次 然后就开始不咬 第一次就帮很多人不咬 差不多三个小时就不咬 晚上也很好睡觉 现在是第二次 然后身体很舒服 筋也松硬 手脚也松硬 尤先生案例追踪 吕先生案例追踪 约半年后 吕先生好了七八成 有一次去佛罗里达州埋沙 事后追踪 以确定痊愈 好 开始问你们哦 这一个是轻症 还是重症还是借于两者之间 重症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轻症的举手我看一下 借于轻重之间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是在局部还是多处的 好 这个就是重症的举手 他是在四肢还是在头身 全部都有那就是重症的 好 他发作时间长不长 长啊 二十小时都在养 所以很显然这个不是重症 什么叫重症 那这个是不是重病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体力 你看那个小孩子体力好不好 好 不错啊 长得重重的都比我有体力啊 这个看起来都不是重病 也不是奄奄一息对吧 对 所以 这一个患者如果 这是早期的影片 如果这个患者现在来让我们做 你们有没有信心做啊 好 多久 哈 开始讨论了哈 认为一个月内就能搞定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认为15天内可以搞定的举手 我看一下 哇 还有这样的猛的 我都有拍照 你们别以为你们举手 不用负责任的啊 认为要3到6个页 才可以处理好的举手 我们看一下 你们现在举手的太逊了 现在已经教你们到 热源的使用都到这样极致了 你们还没有信心对吧 这个在我看法 绝对是在半个月左右就可以搞定了 了解吗 以目前我来看 所以延时点的进展非常的快速 那你看哦这个是怎么样 经过中西都已经怎么样 没有办法 但我们却乐观的预期 半个月左右 只要他配合 有没有可能 有啊他体力很好 因为我揉一次他就可以不养3个小时 还没有用到热源呢 我就知道他这个循环都很好啊 什么都很好 就是少了一个热能而已啊 那个而且不是热能严重不足 体力又好 你看他最后好也是去度假去埋杀 还可以去度假 是吗 所以如果那时候他是最后埋杀 那现在你们已经知道 全身涂姜粉泥 然后把它包裹 然后用电热吹风机 这个比埋杀还要怎么样 还要猛啊 那怎么会 还要去等到因言计足了 还要去埋杀才会好呢 涂姜粉泥就可以好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例再来看 我的看法就跟以前不一样 可见原始点这几年的进展 快不快速 太快速 连我都 写的都跟不上那个案例的进展 真的是这样 好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这个患者要不要喝姜汤 要喝啊 你们开始再问了对不对 就是刚刚的问题 又把你们带到包扫来了 要吗 要啊 认为要的举手 认为不要的举手 好 我刚刚已经答应给你们了 你们还要怀疑我吗 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按了就有效了嘛 它是塌素体箱嘛 然后按了有效 虽然它三个小时又恢复了 表示热能还是不够的 那这时候还要动用到内热源吗 我认为不要 它最后买沙是外热源还是内热源 难道它是去佛罗里达说 买沙还有吃沙吗 然后我们既然它只有买沙就很好 我们的外热源难道 温敷了还不够还要喝 叫人家喝江湯吗 我没有那么悲观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 你就知道我越来越坚定 只要你不是重病 所谓的一针二胸三中药 在我的看法 前两项 轻重症 可以处理 但是中医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的胸确实是小开关 有时候要大面积的时候 是有一点危难 现在原始点是不会大面积的 了解吗 所以而且又可以24小时温敷 那是前所未进 进展到这里来 我只能说前所未进 那所以我们的外热源 已经进展到这种程度 你们还会没有信心吗 是同姜粉你直接涂上去 而且反复还有用各种外热源 电热吹风机也可以用啊 眼红外线也可以照射啊 让它的热持久啊 你觉得这样 还要改善它里面的体质吗 要不要 这样已经够清楚了 我就是举这个例子让你们了解 你看到重症原始点 如果按推到外热源 轻重症都可以怎么样 卷结了 它只是说如果真的很严重 红豆袋不够用 或是那个软烟不够用 眼红外线也没有效 那就是怎么样 再把杀手件拿出来 就是怎么样 姜粉姜粉淋 尤其姜粉淋 直接大面积涂 对不对 那这样热就进去了 不需要 而且进去的用快速 尤其皮肤病根本都是在表层 还没有到很深层啊 这样够不够 够了 够了啦 你们 但是如果患者要喝 你给不给 给 给啦 你不要说张医师说都不给哦 我没有这样说 你们不要提给我的意思 喝相当肯定会更好 但是在治疗我们要分啊 什么情况怎么出手 这是有规定的 但患者要喝肯定更好 要不然你不给他喝姜粉 他出去就喝西瓜 西瓜汁了 木瓜汁了 那你不是更惨 对不对 所以他要喝 当然我们求之不得啊 但是以我们 从病的诊断跟治疗 我们知道 不用达到 内热源我就可以把它解决 是这样来的 所以 我这里已经很明确了 也就是内热源 简单讲 熔姜汤 是针对什么而来的 是针对重病 心中症都还没有资格 喝熔姜汤你知道吗 但你们要偷偷喝 我也不反对 我的态度是这样 那你们要偷偷给患者喝 我也不反对 是这样 光明正大的喝也没关系 因为肯定喝了只有好没有 但是是不需要用到这样的重病情 所以你就知道 原始点越来的规范怎么样 有没有越严谨 有没有越严谨 医学绝对是严谨的 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 人命关天 那你一定要评估到什么时候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 这个都是严格规范 好 我再放一个 再考各位啊 你们说懂 我看都还是一支半局 还是有人会答错 经验案例 朱先生25岁清海人 用原始点治好了多年的脚病 朱先生 左脚第二根足指处 长了一个硬币大的老姐 疼痛难忍 影响走路 小时候走路总是瘸的 大学时去看医生 医生目诊时肌眼 做了三次冷冻治疗 冷冻很痛 无效放弃 用过很多治肌眼的药 如肌眼膏 大蒜 鸭胆子 高盲酸甲粉末等 大多具有腐蚀性 都是治标不治本 疼痛没有缓解 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 还做COR激光手术 升了一个很深的坑 最后老姐又长了出来 依旧很痛 最后左脚已经变形 甚至有点萎缩 2012年3月 做了第二次切除术 并检结果直优 看上去那么不起眼的一个老姐 谁会想到她有这么大的威力 经各类治疗仍然是无效 2012年10月9号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疗法 志工老师直接给我做了足背部原始点 做完后说 现在你穿上鞋 放心走就是了 我穿上鞋走了两圈 确实一点都不痛了 以前冰冷的左脚也开始有温度了 脚底也开始变得好软好软 我的心里如释重负 所有的烦恼瞬间消失 原来整个脚掌着地走路 会这么踏实这么安全 经过五天处理 脚不痛了 老姐也越来越小了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甚至可以跑步了 到了第九天 结痂快脱落 痊愈直日可待了 经原始点处理 脚底的老茧越来越小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情况越来越好 足底前段即将复原 前后九天 前后九天 这是老提的影片 所以九天 如果你现在 会不会更快 会不会更快 现在都已经知道怎么处理 好 开始考试 这个是轻症还是重症 还是介于轻重之间 好 认为轻症的举手 好 轻重之间的举手 重症的举手 好 怎么还是三国 演艺呢 怎么 怎么叫你们举手 都有人举手呢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长在头身还是四肢 四肢 四肢 这是第一个 好 所以这个是轻症的 轻症的现象 第一个是现象 第二个 他是局部还是多处 绝对局部 就是这样脚底一个 又痛 对不对 然后长肩又撞得住 有一点算撞 发送时间长不长 长啊 长啊 一踩就痛啊 这个是重症的现象 所以他有两项是轻症 一项是重症 那就介于怎么样 轻重之间 我们现在轻重症就分成三种 轻症 轻重之间 还有一个什么 重症 啊 这样很明确的 这样很容易理解 那很明显 这个还不是大重症 它只是轻重之间 那我问各位 这个要不要喝酱汤 要特别要喝姜汤才会好 很举手 还好这一次真的 我以为我讲什么 你们都会举手的 总算这一次没有人举手 不错不错 越来越固定啊 很明显嘛 你喝姜汤干嘛 对不对 你这个也要喝姜汤 喝到全身改善体质 然后到脚底吗 哇 这样子要喝多久啊 你就直接怎么样 外热远近去啦 该涂姜粉里 涂姜粉 或直接这样照射眼融外线 或电热吹风机都可以啊 这个很容易搞定的啊 直接从患处下手了 那它还有一个痛 痛多数怎么样 他处理伤嘛 它是患处跟他处都有 所以你还要配合安推怎么样 原始痛点嘛 前面都已经交了 那这个肯定会解决得好 所以经过两次考试 本班通过的有一半以上 算通过啦 答错的人随机再多看几次 也会看懂 因为这里不难争辩 对吧 经过这样两次 就不再考你们了 好 那后面讲的 轻重症病情恶化 很简单 它只要有重病 体力虚弱出现 就是恶化 它的轻症到重症 它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恶化 这是不用再讲 那轻重症如果治不好 在我的看法 是病人的责任还是 你们的操作有问题啊 对 这个要分清楚啊 因为轻重症 它没有那么复杂的 你只要变出 它的体相位置是踏入或患处 你就成功一半 然后该热源的给它外热源 你看还没有坚持到内热源 轻重症是这样 只有外热源配合那个按推换处 没有按推塌处 就这样解决了 然后如果它是换处 那你就外热源 直接这样一直温度就可以了 了解我的意思吧 会了喔 所以后面讲的就是 那如果心重症 不管任何的人 处理不好 最好先学什么 学中医吗 蛤 你们认为应该学学什么 学学 学通了变体相位置 这些一看清楚了就知道怎么做了 好 到这里应该都没问题 越来就越精彩了 心重症讲完了 现在要讲到重病咯 重病咯 重病就关系到怎么样 生命咯 所以有关生命的 就要有姜汤的味要喝咯 这时候就不是开玩笑了 了解吗 好 我们开始来看下面 二 重病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一 疾病不论轻重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 即没重病 二 重病若又出现 体力下滑 愈来愈弱 即表示热能严重耗损 显向已现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短期恐难以恢复 三 重病若已恶化到食不下 排便困难 暴瘦 高烧 腹泻 面无光泽 声音微弱 全身无力 身体水肿 气喘 呼吸困难 意识不清 胡言乱语 眼神呆滞患散 昏迷不能表达等 体力急速下降的病症 有多个同时出现 解情况紧急 则表示热能即将耗尽 命危已现 好 这一段又把重病 有整个 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的现象 我们都把它怎么样 稍作表述 就一般的重 譬如异常疲惫 你不要看异常疲惫 你就可以揉了 要先给他怎么样 患病毒 一定是这样 好 那如果这一个患者 体力越来越弱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这个已经怎么样 危及到生病了 知道吗 了解吗 如果你还不注意 这些小细节不注意 就会越来越严重 它到了后面 这些现象 我只是大概的举例出来 这里不可能只单纯一个症状 它可能很多的出现 然后又很紧急 那大概就 那是不是我这里都把那个紧急的都写下 不是 有些到最后都 你眼睛都睁不开了 而且看东西都很模糊了 因为完全头部都没什么热能了 了解吗 那有时候心跳快速急速 一分钟跳急一百多下 这也常见 那像这种都是很危急的 但是它的危急 你可以看从很多症状看出来 比如它呼吸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急速了 了解吧 好 我这里就不再解释了 但是这些 研判到重病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一定要非常谨慎 我现在来放一个 那个早期那个淋巴癌的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淋巴癌肿瘤脱落案例 2013年夏天 徐先生突然感到全身发冷 尤其手脚冰冷 需要很厚的手套和袜子 时常感觉身体疲累虚弱无力 看了医生做了检查 始终找不到病因 家庭医生找不到病因 转介绍专科医生 但服药后病情仍无改善 这个时候 左边颈部淋巴附近 出现了几个肿瘤 最大的一颗一碰就流血不止 因病情恶化症状越来越多 医生建议做切片检查 切片检查后身体变差 导致昏迷并引发肺炎 连续注射多种药物两个星期后 体重减了40多磅 身体更加虚弱 在如此折腾之下 徐先生感到非常无助 并感觉西医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待在医院是死路一条 他决定出院 无论怎样都不想再进医院了 2015年10月3号 徐先生在网络上看到了原始点 联络上美国洛杉矶推广点的志工 志工每天帮徐先生按推 并教家人煮浓浆汤 使用红豆袋和水暖垫补充内外热源 饮食改善也参考手册里的舒适寒热表 刚开始只要一温敷 皮肤就更痒如被火烧 按推三天后皮肤痒开始减轻 被火烧的感觉也逐渐缓解 体力明显改善 七天后皮肤痒 火烧感觉几乎消失 颈部慢慢消肿 心情也变得开朗 可以爬楼梯散步 两星期后颈部小肿瘤消失 最大的一颗开始干枯 体力平稳继续坚持运动 三星期后 徐先生颈部红肿消失 只剩下一颗结了八的小肿瘤 在颈部上 徐太太在浓浆汤内加进红参 希望有助改善内热源 按推约一个月的徐先生 精神变好 胃口也转佳 一个半月后 受了些情绪打击 情绪低落 突然双脚无力 体力虚弱 智工只能轻轻按推 增加内外热源 2015年11月24日 腱上的最后一颗 也是最大的一颗肿瘤 自然萎缩掉下来 亦没有流血 肿瘤掉下来后 徐先生和家人既感动又感恩 可是他的体重还是缓缓下降 走路困难 12月3日半昏迷 在家人和两位志工陪伴下 毫无痛苦安详逝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昏迷 徐太太虽然伤心 但他很感恩原始点 让他先生能多活了两个月 处理及交代很多事情 全家人共度最后的欢乐时光 而且能在自己家中平静 没有痛苦安然而去 徐太太愿意分享这个案例 将功德回向给先生 并希望有缘的人观看 能如理如法使用原始点 离苦得乐身体健康 我要生你我也请求 张医师不要把我先生 列在失败的案例 虽然他最后过世了 原始点是成功的 我先生会过世 并不是原始点最后没有成功 他最后是一位家族兄弟姐妹的欺凌 造成他情绪大变 情绪大变受到伤害 体力集体的转弯 最后递竭而完 但是我一定要声明 给你原始点是成功的 第一次的成功 为什么要帮这个案例给你们看 因为很显然 他一开始 他就是 你们体力虚弱 怎么样 然后还有 手脚冰冷 怕冷 还有什么 容易疲累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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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吗 如果在原始点 听到这三种 你觉得 他情况 有没有很严重 严重到什么 严重到已经重病了 他已经不是轻重症 因为他其实同时出现 我们病症体力虚弱的三个心脑 对不对 体力虚弱 四肢冰冷 异常疲惫 有没有 开玩笑只要一个 这个我们就很重视了 何况三个出现还要检查什么 这时候要怎么样 开始救人的 我们原始点是这样的态度 那西医检查 开始 这一检查 你们看到 结果有什么引发肺炎 然后什么症状越来越多 甚至引起昏迷有没有 那表示这些检查 会不会消耗热忍 会 所以我昨天已经把这个 这个检查这个都 检视了有没有清楚 昨天还记得几首我看一下 那一半记得 那表示一半睡完 在教育考虑 我说西医的检查 尤其在癌肿流那一天有没有讲 很多的检查 都是怎么样 破坏性的喔 会消耗热忍的 有没有底 那显然他也是这样做嘛 所以检查完 他陷入或迷惑引发肺炎 这个其实是在怎么样 我认为意料中 因为他去的时候 已经是怎么样 重病了 而且还有几个出现 我都认为 可能已经有 命危的现象 那个 那个严重的 已经威胁到生命了 严重热忍消耗 已经威胁到生命了 有这种味道 还没有到命危 但经过检查一系列 哇 就真的整个身体垮掉了 那这时候就已经是命危 所以他也觉得 再下去他大概垮掉 所以才会寻求原始病毒 那早期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 其实已经都处理蛮到位 但最后因为怎么样 情绪起无 其实到重病 我说只要认得一项做不到位 都会有可能出问题 对不对 所以到这里来 以后重病如果恶化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面对 我们怎么来解决 像这个就是情绪一二 那我们很快是不是能理解 这又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他 这个案例还显现了一个问题 在我们看他肿瘤自然脱落 很多人认为是好转还是恶荒 好转 但我们不能 因为当我听到的时候 他们说 他那个淋巴最后一颗掉落 他们问我这代表什么 我没有很多观的伟大 我只是叫他们继续问 他体力怎么样 结果传回给我说 体力越来越虚 我就跟他们直接讲 这是恶化 要注意 结果三四天就走了 这不是我有多大的人力 因为看太多了 所以好转以后化到重病的时候 不是在看症状 而是看什么 体力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是这样来说 我知道 为什么什么叫重病 重病就是体力虚弱的病症 就已经开宗名义就讲了 所以他的好与患决定在体力 他能生 以否是不是能生存下 也是关键在怎么样 体力 那我们说原始点 他治病的最先原则是什么 保命 有没有 一开始我就在这一 第二段就已经把这个写了 所有的就是要保命及疗医疾病 有没有 命都没有人你疾病处理是什么 那我看他体力变弱了 那不是恶化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达不到我的保命为优先 那疾病即便好了 像这种交流看是疾病好了 但是对我而言有没有意义 没有啊 原始点是要帮人家救命的 不是只有救他身体的症状 我这样解释你们听懂 所以我们下一段 就是要把这些问题 还有以后遇到这些重病 为什么处理不好 把他的原因我们一一倒出 那以后你们在临床上 就比较能笃定的看出 诶 这个是什么问题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